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时 兼职家教 您好 我想问一下 公羊状在哪儿 医史书籍区 您找找 谢谢 我叫游戏身为人见人爱的人气偶像 有怜有言就已经足够了 努力 那是普通的人才需要做的事 直到这个女孩闯入了我的生命 梅梦就此开始了 你要的是这本吗 嗯 谢谢啊 我也要 这本书是我先看到的 而且对我很重要 可是是我先拿到的 那还不是因为你 那是因为你矮 我先拿到的 那就属于我 游戏 游戏 大家快看游戏 游戏 在哪儿啊 被吹包的就是游戏 是的 是的 快去吃 快来的 游戏 游戏 你老师 这书是送我男朋友的生日礼物 给我很重要 要走把书留下 姓名 遇迟摇摇 我已经很多年没图签了 扇轻 公羊传过关 衣服过关 书包过关 鞋 伟人导演最喜欢绿色 我讨厌绿色 大爷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角色 我最近看了很多关于春秋时期的著作 颇有新的 那你就说一说 对电影的理解吧 你好 你好 我是郝老师平台推荐的家教 郁齐瑶瑶 请出示下您的证件 好的 大爷 我自己写了一篇见解 希望 您给我指教指教 您给我指教指教 我的爸爸 不对 恶梦 就开始了 对不起 为人导演说 给你两个月的期限 让你量你的历史很容易 我觉得单凭你个人的能力 很难打导演的要求 我不说你没有能力 水平地不了解历史 我的小哥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看你对你这个面临转型 那为人导演这个星星呢 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公司又非常重视 况且宋姐哥那边有虎视丹丹这个角色 万一被大学前打到男一号 那咱们在影视圈一二的位置 是不是就不保了 说重点 所以重点就是 我费了老大功夫 给你找到了一个五星级老师 他可是出自于我们 国内顶尖学府 江州大学历史系排名第一的高材生 简直是为你量身打造的 不行 带你去看看 走吧 帮你满意满意 老师你好 我是游戏 是你 是你 你没认识 怎么办啊 你说的不就是他吧 就是他拿走了我的包 才让我差点丢了重复这个角色 明明是你抢了我的包 害我被家长投诉 还给了我一个差评 一个差评了不起啊 我精心准备的角色阐数 居然变成了我的爸爸 重复和我的爸爸 能是一回事吗 我告诉你 如果魏然导演看了我的角色阐数 这个角色已经是我的了 那需要你什么事啊 你是说包里的那份角色阐数 不 不然呢 游戏先生 真的对不起 我不能当你的老师 请你们还是取消预约 另情高明吧 他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啊 自念意思啊 要我抄也是我抄你 凭什么你抄我啊 因为在我看来 你的那篇角色阐数 和我的爸爸水平差不多 我教不了你 要不是你今天拦着我 我废把他 你说一个女孩子家 嘴巴怎么这么多 游戏啊 你是个大明星 跟一个女孩一般见识干吗呀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你接下来几个月的课程 我全买了 你就算把我接下来 这一年的课程都买了 我也不会当你的老师啊 我买了你的课 我就是你的雇主 如果你表现不好 我只把你的五星好评刷到负粉 对了 我还可以投诉你 怎么这么早啊 大壮哥说你下午有行程 让我把课程安排到上午 大壮哥 朱大壮啊 嗯 大壮哥 以后叫我Melring 明白吗 进来了 你的活动区域在一楼 没我允许 静止伤魔 来客行为守则 我读完了游戏先生 人呢 救救救命啊 我什么都没看见 你你你还想看见什么 我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谁让上来的 你刚刚叫我上来的呀 你叫阿玛 出去 你还愣着干嘛赶紧的 你还给我解决他 我不叫阿 玉池默默 开开开开开 赶紧的 不好意思 我叫玉池瑶瑶 玉池瑶瑶 玉池女侠童行了吧 游戏同学 我在楼下等你下来上课 这么多 这么多 只有了解历史环境和时代背景 才能更好的诠释角色 齐国想要攻打楚国 但是楚国兵强马壮 管仲就向齐桓公献祭 你又要干嘛 学习照街 当个小时不到 你已经去了三趟了 哦 继续吧 新闻说蔚然导演定了宋且歌当男主 什么 给我看看 你要是这种态度学习 两个月以后的新闻就会这样写 吓死我了 如果你真的想要拿到这个角色 你就努力一点 用心一点 知道了知道了 比我妈还啰嗦 你帮我去挑衣服吧 你帮我去挑衣服吧 太沉闷了 太厚了 太单薄了 太想图打款了 这件也不行 那件也不行 你自己选啊 老师上课玩手机 投诉什么内容好 记住别再被投诉 几点了 十二点半 十二点半了 差不多出发了 那左手边 第一件黑色外套给我拿过来 你明明就决定好了今天穿什么 为什么还让我挑这么久 我也没说你挑了我一定会穿啊 这个不是黑色吗 不沉闷吗 这上面有黄色小蜘蛛能一样吗 不沉闷 为什么我也要去片场啊 你有时间的时候 就在片场学习一下 上午在家那么多时间你不学 偏要到片场去 我就不信到了片场你会学习 差点忘了 到了片场 别说你是我老师 那我是什么 助理 游戏先生 我是来给你做老师的 不是做你助理的 助理合备投诉 选一个吧 下次能不能换点别的招啊 每次都用这个招数 因为这招最管用 还有 以后叫我 游老师 怎么了游老师 堵车 到片场两个小时 完了 迟到了 我有办法 什么办法 浴池瑶瑶 嗯 这就是你想的鬼办法 我头发全乱了 车乱了 游老师 今天的风是有点大 那马上就到了啊 再忍耐一下 这个地方 我们都路过三次了吧 没有吧 你记错了 停车 停车 好 我出道六年从来没迟到过 今天也不能例外 懂吗 我去 游老师 游老师 你为什么不把车骑到里面 我要是这个样子被人看到了 我还要不要再约来去混 游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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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一条过 各位老师辛苦 来不了了 导演 要不看看还有什么别的补救办法 那机身来不了怎么拍啊 不拍了 删了 先 那我打个电话说一下 还有这个办法 导演 我自己上 什么 不行不行不行 那太危险了 我调个维雅 有经验的 尤老师 你真的要自己上吗 要不再考虑一下 导演说不拍都行的 别担心 我刚出道的时候 都是自己碎的 哪来什么提神啊 有经验 我送了 走 走 尤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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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尤老师 尤老师 叫救护车 尤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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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尤老师 尤老师 你怎么样 你干吗 尤老师 应该起床上课了 有没有搞错 手受伤了还要上课 手受伤又不影响学习 我偷着 你干吗 等你疼完啊 而管仲 更是帮助齐桓公一框天下 使得天下灵民百姓 免受战乱之苦 所以人们才尊称它为 重负 听明白了 好啦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 早时再见 接下来是考试时间 你有没有搞错啊 我手头上了怎么写字 不用写字啊 这些都是选择题 你画圈圈就行了 考试时间 三十分钟 三十分钟 名声 加油 九九 自评过三番之后 九九九 三十分钟 这么多 回家拿被子 这不是有被子吗 我不干没有自己味道的被子 你在上面滚一下 就有自己的味道了 你 你还有三十分钟 计时开始 如果吃到 我就投入了 游戏老师 房间呢 都已经按照你的要求整理好了 包仔饭也给你订了 这些呢 一共是九百九十九颗寡 也已经都拨好了 你怎么确定这是九百九十九颗 不是九百九十八颗或者一千颗呢 游老师 要不您再数一遍 那没事我就先回去了 喂 大壮哥 怎么样 游戏情况如何啊 游老师挺好的 然后我现在准备下班了 准备下班了 嗯 游戏现在伤情还没稳定 你身为助理 你好意思下班吗 我告诉你 游戏商啊 没好之前 你都必须跟我在医院寸步不离 否则 我就去投诉你 快 那儿不见了 你一时候能不能预寻 不问你 你不听不知不疑 再遇到你们的话 为了不准备下班了 她的快速搅入了 那我让她不给你 我要灰心 知道了 我不跳 是你 睡觉压我少压了一晚上 还说梦话 害我睡不着 尤老师 我说什么了 不记得了 你 叔叔 这是我们家哥哥粉丝见面会 请你看一下 这谁叔叔呢 你看一下嘛 我怕我摘了口罩下 哎呦 粉丝见面会 谁啊 宋姐哥 这宋姐哥还有粉丝呢 愣着干嘛 付钱去 钱不够 散了 看你老板我 刷个脸吃 您好刷卡还是现金 小姐 今天没带钱 这双鞋 刷个脸就好了 您的意思是 让我把您的脸 放到刷卡机里面了 不好意思啊先生 您的脸太大了 这个操作应该是不行的 我是这个品牌的代言人 试穿一双 回头把钱给你们送过去 先生 您的眼睛 确实和游戏的有那么一点像 但是这不是您不付钱的理由 这双鞋请您脱下来好吗 你再仔细看看 晚安 谁让你给我买这么丑的鞋 余老师 我的钱只够买这双鞋 你先将作一下 回家 不逛街了 回家收购了这个牌子 律师睦睦 研究 同情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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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superheroes 不断 就早就在一起了 一直没有告诉你 也是因为怕伤害你 既然你已经同意分手了 那你会祝福我们的 分手 英九 我们什么时候分手了 这是我们今天发过的信息 你同意分手 是我对不起你 但是我们已经结束了 分手就分手 这种事情一定要先发致援 凭什么你先说 瑶瑶 其实英九跟你在一起这么些年 她从来没有开心 一直没有忍心跟你说分手 也只是看在你爸爸是她导师的情面上 而你 成天只会拿那些酸诗给她看 你以为这是在古代吗 我跟童鸡在一起的时候啊 才知道什么是爱情 这位先生 请问你大学毕业了吗 我男朋友已经博士毕业了 这就是你和你女朋友分手的原因 博士毕业了 就再也不需要她和她爸了 是吗 是吗 你 这位先生 你的这款表可是限量 我觉得 这应该不是你消费的钱吧 你跟瑶瑶确实结束了 那条答应分手的短信 是我发的 虽然我是没看出来 这位童鸡小姐哪里比瑶瑶强 我也不怕告诉你 我们早就在一起了 对吧 遇迟瑶 你们早就在一起了 好 遇迟 我知道 英九抛弃你很难过 但是 你也不能这么将就吧 将就 请问 你在哪里搞就啊 不搞 演员 演员 瑶瑶 群众演员是没有前途的 你不能这么自暴自弃啊 你说谁群演的你 你看那个人好像游戏啊 你是不是傻啊 游戏怎么可能弄成这样 有道理 他的鞋好像我奶奶也有一双啊 你给我等着 爆发户 爆发户 你说谁爆发户啊 你们全家都爆发户 爆发户 居然说我是个群演 气死我了 我觉得他就该去看眼科 这个爆发户 恨不得把自己衣服上的标志全贴给一脸 你怎么不说话 信息真的是你回的 没错 是我帮你回的 怎么了 你干嘛 我告诉你 这件事可不赖我 就算我不帮你发消息 他也是会跟你分手的 我只是帮你在他甩你之前先把他甩了 你沈阳 你冷静一点 你要问那个渣男跟我动手吗 我从来不打女人 何况是在大马路上 我 雨智瑶 你等等我 别忘了 明天来上班 别忘了 我 我记得 你怎么了 有点疼 疼 雨智睦睦 我告诉你 天下好男人千千万 你可千万别吓唬 雨智睦睦 你把刀给我放下了 你再这样 我报警了 着火了 着火了 我 是 这次的火情是由于线路老化引起 幸好发现了精神 知道 全体收队 郭总 去哪儿啊 去我家 那个 我家里从来没人留过锁 你尽量 我的意思是 你尽量在不影响我生活的情况下 随意一点 给您添麻烦了 等我家装好 我就搬回去 你就先是二楼的客房吧 游老师 你的户具呢 好 差不多好了 晚安 晚安 你干嘛 大晚上不睡觉坐沙发上 游老师 我的房间没有床 不知道睡哪儿 那你要坐沙发坐一晚上 不知道敲我翻门啊 我怕打扰你睡觉 但是我从门封下面给你塞了纸条 纸条 好 你 明天给你安排 你先凑合 睡沙发 吓死我了 你干嘛 游老师早啊 我在打扫卫生 你知道现在几点吗 已经八点二十了 已经 月全默默 你给我解释一下 这是什么 这是你要读的书游老师 我要读这么多书 月全默默 来了 刘老师 你给我解释一下 这是你的学习计划 贴着才醒目 可以随时提醒你 保持紧张的学习态度 撕掉 刘老师 到学习时间了 最后呢 管仲要齐桓公 以自己的名义 召集了 宋 燕 魏 正 又再眷惠盟 从此 齐桓公成为了天下公认的霸主 好了 今天的课程就上到这儿 你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 没有 那你自己复习吧 我回去一趟 拿点东西 赶紧的 赶紧的 你不用急着回来 再见 再见 下这么大雨 还真跑出去玩 那是你说的 我们天作聚合 然后怎么办 遇迟沐沐 我到底上辈子遭到什么呢 遇到你这样的可惜 你干吗 佑老师 我的电动车好像忘了锁 我的电动车好像忘了锁 我去 北潜 跑去 我去 你去 你生日是 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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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吃了 你帮我解决掉 我不吃了 春秋 我喜欢吃了 我帮你吃 你一个女演员 不知道管理着 没点职业精神 infinity 童谦 录西哥 谁呀这么大排场 we very Bienvenco 你对领寻衅 配合一下 宋谦 恭喜 好久不见了 我来给你探个办 不好意思 有老师的信息 现在处于保密状态 不允许拍照谢谢 也不可以采访 谢谢配合 就是啊 我三九 是你们随随便便 就能拍的吗 是我疏忽了 旺季这边也在拍戏了 各位辛苦了 大家改日见 来 不好意思 麻烦各位请回 听说你最近出车祸了 腿脚还这么利索 怎么 脚受伤是装卖的 我怎么给忘了 你这个人 就是喜欢播剧同情 对了 你的戏我看了 还挺让我惊喜的 有一种 少儿频道的感觉 成为了新衣哥 成为了新衣哥之后 他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将宋写哥 从圣鬼娱乐 提出去 之后两人每次见面 都水火不容 丑货 你说谁丑货 啊 就是个假俩的陪念 丑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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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问马 我就说你问马怎么了 还想动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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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子动口不动手 宋先生您好 我是尤老师的助理 今天你带这么多媒体不请自来 明明有错在先 你还出言不逊 诱导尤老师动手跟你对抗 行为令人不耻 纵观古今 春秋的庆富 秦朝的赵高 东汉的梁继 像你这种人 都不会有好结果 我说啊 不要打断别人说话 这样很不礼貌 你说我们尤老师没文化 那么我想请问你 刚刚我所说的历史人物 你都了解了 了解吗 看你目光呆滞显然不知道 要要要 来 喝口水 什么呢 先坐 先喝水 先坐下 先喝水 先坐下 先喝水 坐下喝 奇妙 你别走啊 话没说完呢 就是啊 你别走啊 你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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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才用什么咋的头 新华字典 新华字典 你片长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我怕我不在的时候 你一个人看剧本 如果遇到不认识的词 还可以查一下 你要是念错了 被别人笑话怎么办 所以我就提前帮你准备了字典 没想到这么快就用上了 我不需要新华字典 如果不是因为你打了我的计划 我早把他给打趴了 我告诉你 他打不过我 你干吗 擦药啊 我不要 一个大男人 这么点小伤就擦药 传出去岂不是 我问你 你是不是 不相信我打不过他 我信 那你刚才干吗帮我 我告诉你 虽然刚才是他正在上风 但是 我如果用了台前道 他早 早 早 早被我打趴了 因为我比较喜欢你 不喜欢他 余老师 你的脸 你 你脸上有个大蚊子 丢死人了 丢死人了 尤其你对这块木头脸红了 好 喂 大壮哥 武汉公司人员找到了 干杯 好 武汉 你怎么才来啊 你懂了你一个晚上 要不要一起唱歌 不唱 爸 要不要一起喝酒 不喝 不喝算 来 走 回家 好 准备住 把嘴巴给我逼好了 你怎么这么凶 为什么对我这么凶 其实我也不是故意凶你的 你以前对我很温柔很温柔的 以前 以前 英雄 别别别别 别别别别别 浴时默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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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吐了 别提多饿心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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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脸红了 瑶瑶 你看清楚 我是谁了吗 尤老师 你终于叫对我名字了 我会听到你的话 我听到你会有点赞 我知道最后 我听到你了 你不见死 你不见面膜 我没听到你你 对我 知道我 他好 你不见死 我 你不见过 你不见最后 刘老师 你怎么还没丢掉 你说这是你妈妈送给你的 所以我觉得她对你来说 一定有特别的含义 所以我就 你 这也太丑了吧 对的 你不喜欢这个颜色 我还可以换成别的颜色 扔掉 这个丑是丑了点 但是至少 可以把你妈妈的心意留下 难道不是很好吗 不用了 我让我妈给我买条新的不就好了 你怎么还不走 我来铺吧游老师 我来 还是我来的 我来 你真的不记得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 什么 你觉得接吻 真的很严重吗 如果两个人真心喜欢 你请我愿 接吻又有什么样 那 如果其中一个人喝醉了呢 那就耍流氓啊 这个不管放在古代还是现在 都是要遭人唾弃的 那天晚上我看见 潘主他偷青年 他对你一定是别有企图 但是不管怎么样 你别在他面前提件事 这是谁又想我了 他应该也不是犹豫的 肯定是一时糊涂才 你 余老师 你脖子怎么了 怎么了 还有手 手也是 余老师 余老师 医生说 余老师是吃蘑菇过敏了 会引起生带水肿 三九你没事吧 我真不让你这么容易过敏啊 我下次再也不了解 小蘑菇了 瑶瑶 三九把毒蘑菇吐了 对了 嘟嘟 你是把余老师 刚吃的药晃吐出来了 三九 我在给你拿一片药 余老师 你说什么 明天的 发布会 发布会 大壮哥 明天发布会 要不延迟吧 你看余老师 现在这个样子 明天肯定没有办法参加的 不行 贸然推迟 只会让人觉得我们 心虚 可是 行吧 我上 谁说要你上了 他上 他 我 大 大 大家好 我是 我是游戏老师的助理 我叫 我叫玉迟 玉迟瑶瑶 下来吧你 就他也好意思上台 下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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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你是不是紧张啊 羊部 Roma 你们 是不是 Нов伤狂 你加油 刘老师 为了你 我会用尽全力的 我会用尽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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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老师 刘老师 其实 没关系 别想太多了 早点休息 你 你 搞砸了你的发布会 对不起 尤老师 没关系 没关系 这根本就不是演错 你知道我为什么做家教吗 因为我的梦想 就是做一名老师 但是因为人群恐惧症 所以 我每天都告诉我自己 只要再坚强一点 只要每天再努力前进一点 总有一天 总有一天 我一定可以站在蒋台上 可是 可是 尤老师 我搞砸了 我搞砸了 我没死的 让你难过 亲爱的 请你原谅我 就陪你当的 请把我们的回忆 升纵 好 尤老师 你干嘛呢 看什么呢 我在 看风景 看风景 你知不知道 对不起啊 尤老师 我今天回来的确实有点晚 你知不知道你不在的时候 热水是我自己放的 外卖是我自己拿的 就连家里飞下的蚊子 都是我自己把它赶出去了 对不起 尤老师 我不该扔下咱家不管 对 都是你的错 就是为你扔下咱家 你刚说的是 咱 咱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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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学校到了 JEFF 尤老师 董尤老师 牛老师 喂 什么破衣服 丑死了 牛老师 答案是 二 牛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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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从早上到现在 没跟我说过一句话 你怎么了 你再想想 想不到 牛老师 等一下呢 剧组安排了大家摸底考试 什么考试 考什么 为什么要考 你别紧张 就是一个简单的摸底测试 你是不是知道要考什么 你不是助教吗 瑶瑶 好 啥呢 上次有阿锦在来 就唯有好多话 都没机会跟你说 现在有时间 可以跟你忙忙说了 不可以 这回事 我是那男 这是我老板 小杨 你辍学了 我只是在实习而已 索性 如果是因为我 让你想要逃离这个学校 从而做出这样的傻事 我会十分自责的 行了吧你这个渣男 真的比我还把自己都回事 云俊 我还有事 先走了 瑶瑶 好 走吧 姐 又是 这手机会 来吧 那儿 我们已经有一兴 岳阳刚才我们要打开了 我们在一起 我们采论了 我还把自己都打开了 均匀了 我还是来 我们手打开了 我们下 我再帇打开了 我还是要松开了 就行了 我也是 等一下 殷州教 你的胸盘呢 站住 殷助教 遇迟老师 我们一起改这件吧 嗯 怎么又跑这个助教啊 我 我怎么知道啊 本来就有 还是临时加的 还是这种的助教才是临时加的 等一下 我觉得这应该也没有什么影响吧 怎么没影响 这个助理严重影响到我的心情 这个是我不演了 这些你不演的话 喂吃瑶瑶 就不能成你助理了 尤老师 等一下呢 你就可以吃到我们学校食堂 特色一局红烧肉 对了 今天是周二 还有限量供应小馄饨 你要尝一下吗 还有你最喜欢吃的小米椒爆炒小公鸡 你是不是故意的 我什么故意的 你是不是在跟我装糊涂啊你 你是让我帮你作弊吗 那你到底在生什么气嘛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 应就原来当助教 我不知道啊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呀 我要吃小馄饨 尤老师 小馄饨来了 我现在不饿 等会儿吃 小馄饨可香了 一会儿凉了就不好吃了 快吃吧 睡了够花吃 我现在吃不下 一会儿学姐 嗯 又见面了 嗯 听说江州大学的 鲜肉小馄饨一局 一会儿学姐 我能不能 这 这给我买的 要吃自己买去 小馄饨在那儿买的 谢谢 我没有传统 我让你吃 products 我刚才能看到她 我也是 怎么也没见过 什么流星雨啊 我没见过 你怎么看过 好像没见过 哪有什么流行语啊 贤人 哎呀 耍我呢吧 想不到真是贤人啊 游戏怎么在这儿 看我这怎么收拾 这哪来什么流行语啊 这身上什么都没有啊 温字要挺多的 看 回头 林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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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里 你今晚有空吗 干吗 我想约你去天台 天台 去天台干吗 去天台 林老师 快 用什么姿势跳比较好呢 不要 那个 生命只有一次 千万不要想不开 那就 不要 那 又老师 你长得这么帅 你要是跳下去 脸就摔肿了 帅吗 帅 帅 那就这样吧 又老师 不要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 我都会陪在你身边 你千万不要跳下去 那 那 那你还和文墨轩 打三个小时电话 他有文学问题 让我帮他解答 那你还和他一起看流行语 把我一个人 游老师 生日快乐 给你的 给我的 生日快乐 这是你给我写的 哦 不是 是你的一个粉丝 他托我准交给你的 嗯 今天多亏了他 我才能买他这双鞋 那张是我的 你这写的什么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我的生日 依旧写这么普通的祝福啊 嗯 还不如粉丝写的呢 游老师 我写太深了 怕你看不懂 这个是我想了很久的 我以为你明白 我明白 不看得明白 我只是 没看懂你写的字 嗯 这么丑的鞋 谁让你给我买的 你忘了吗 上次我们一起逛街 你被导购把鞋子赶了出来 你挑的就是这双鞋 我以为你很喜欢它 拆到几个月前那款式 你早就给我寄了 对不起啊 游老师 我不经常逛街 没关系 我可是时尚心服 就算是过几块 我照样把它穿成爆块 挺舒服的 挺好看的 这是 你花自己的钱买的吗 对啊 没用备用金啊 什么是备用资金啊 朱大壮没给你备用资金啊 没有啊 什么意思啊 我这几天花的都是你的钱 游老师 我的工资够你花 看清楚你老板我是谁 我是游熙 我能花你人的钱吗我 过两天 给你办张我的副卡 刘星 你不是说刘星语吗 怎么就一课 游老师 我们一起许愿吧 听说在刘星下面许愿很灵的 幼稚 希望下次刘星语 还能一起许愿 你给我看清楚了 这是刘星 我是在刘星的 几个人打开刘星了 你不要度约开刘星了 我和你一密的帘门 怎么是飞机啊 浪费表情 考什么飞机 游老师 等等我 喂 明天下午两点 我在学校音乐厅等你 去音乐厅干吗呀 游老师 词曲 李宗盛 时间那么大 你一句情话 就让我融化 看你再不知这小小的家 满意的幸福 不快要撞不下 春秋的雪花 冬夏的温差 都变得如画 乱碎一些日落色的牵挂 有什么理由不珍惜当下 我会陪着你当你泛起了泪狂 我会冲着你不让你哭化了妆 我会牵着你去你想去的 任何地方 你是我的女人 我要你当我一辈子的女神 静静的夜里 轻轻为你颠倒 我的怀抱负责 让你睡得很晚 我是你的男人 我会照顾着你做到一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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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木头 我会照顾着你做到一百分 表白吗 有什么男的 都会尝尽 走 什么意思 同学 同学 抱歉啊 里面在举行活动 现招人的不得入内 我预约了 下午两点 同学 实在抱歉 这活动啊原定一点结束 但是里面出了点问题 到现在还没结束 你要是真有急事 那边还有好多教室 你去那边借一个吧 那边坐着 这边坐着 你快点坐着 一边说 我快点坐着 你快点坐着 阿严 词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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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一直有话想对你说 兄弟 灯用完了吗 用完赶紧还回来 马上 快点 想唱首歌给你个惊喜 音乐厅也用不了 就借了这么个教室 还借了个灯 一点气氛都没有 我 刘老师 可是 这首歌我很喜欢 从来没有人 这样给我唱过歌 想不到 我一直 有些话想对你说 我 我 我要干吗 如下 今天三分天下的投资方 邀请你参加晚线 这事你别忘吧 这可是非常重要的晚宴啊 千万别迟到 知道了 不错 来 我有东西要给你 这个 给你 今晚的晚宴 你陪我去 我 为什么呀 哪有这么多为什么 你穿上 我 门口等你 好吗 好了没啊 哦 好了 你 好 你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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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尤老师 一定要穿这个吗 感觉怪怪的 明明这么好看 我说赶紧的 要迟到了 你把这个项链摘了 丑死了 这个不能摘 我看看 有些你可总算来了 欲吃瑶瑶 你怎么穿成这样啊 这种宴会 也是你能随便参加的吗 赶紧回去 好的 大壮哥 我这就走 好 赶紧回去 是我让他来的 怎么了 不是 有些他就是个助理啊 嗯 助理怎么 一起啊 你怎么来了 花唐集团董事长千金的生日宴 怎么能少得了我 快走吧 童谨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 快走 走 生日宴 姐夫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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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 怎么就变成童谨的生日宴了 童谨的爸爸 就是三分殿下的投资方 今儿他女儿过生日 请了很多艺人来助行 咱可得罪不起 咱们得罪不起了 大不了不拍了 好久不见 不好意思啊 我生日会忘了邀请你 你是来兼职服务生的吗 现在服务生的制服 都这么高端了 我 咱们赶紧进去吧 你着急什么 我们俩是光明正大的在一起 干嘛要躲躲藏藏 有什么误会 早点解释清楚吧 你个婆媳 谁稀罕 别别别别 别别别 再说了 你跟瑶瑶是师兄妹 我跟瑶瑶也是好朋友呀 怎么办啊 这次就算了吧 下次再找机转着 你起啊 问他这干嘛 走吧 刘夕 你跟他什么关系 就是你看到的关系 麻烦让一下 童小姐 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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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凭什么够得穿游戏这种大明星啊 看来我这是小看玉智瑶瑶了 怎么 你后悔了 怎么会 不好意思 适配一下 游戏啊 不好意思啊 各位 等等 感谢各位来参加我的生日宴 也感谢我的爸爸 为我举行了如此盛大的晚宴 其实 我最想感谢的 是我的好朋友 玉石瑶瑶 在过去的一年里 她给了我很多的鼓励和帮助 所以 接下来我想邀请她上台 瑶瑶 上来吧 她是新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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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给你 她是新娘的 是新娘的 她是新娘的 是新娘的 прир灌 你怎么不说话呀 紧着吗 好 那我来帮你说吧 我和瑶瑶从大一入学开始 已经是快四年的好朋友了 虽然过去一段时间里 我们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但是 我还是希望我能和你是最好的朋友 是 可是 你明明知道我跟依旧在一起 为什么你还要背着我和她 小闺蜜男朋友真恶心 小闺蜜男朋友真恶心 这真是倒了八辈子 你看她那样 还不承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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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承认呢 还不承认呢 小闺蜜男朋友真恶心 她能这么多闺蜜 真是倒了八辈子 你看她那样 还不承认呢 是 你说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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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只有你这种没有人爱的心态 才会抢别人的男朋友啊 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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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嘉宾不是我吗 首先 祝福童景小姐 生日快乐 貌美如花 你说玉池瑶瑶抢了你的男朋友 可是他俩 是在两年前在一起的 你和英舅才在一起几个月 所以到底是谁抢了闺蜜的男朋友 我想大家都听得出来吗 跟宣伤时代 谁懂我寂寞 不早的接派 才来猜中 男主角英九先生 在你劈腿女友闺蜜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 你这么做会对他们的友谊造成怎样的影响 你刚才说玉池瑶瑶是没人爱 但我并不这么认为 玉池瑶瑶 她是很高 单纯 善良 即使受了委屈 她也从来不会自己辨走 她除了行商低了一点 没有任何毛病 在我看来 她就是人见人爱 她可以通宵不睡觉 然后去缝补一条 她认为对我来说很重要的胆子 虽然 真的丑死了 在我犯错的时候 她会批评我 一点面子都不给我了 小学生都懂得道理 为什么你不懂啊 在我难过的时候 她会陪在我身边 安慰我 虽然 她一点都不会安慰我 甚至 她会为了我打架 虽然 虽然 我更怕她受伤 别 别 别拍 别拍啊 没什么好拍的 只是有些话 我一直想对你说 我已经疯了疯了 我已经疯了疯了 你给我站住 你给我站住拦住她 拦住她呀 这件事情 无论如何都必须给我押下去 不能肩膀 不能上头条 否则我们就等死吧 你闪开 游戏 我跟你没完 游老师 嗯 手可以松开了 咱们 咱们回家吧 还是说 你有什么想去的地方 我 我 我都可以陪你去 去游乐场 那去看电影 或者 游老师 我想一个人走一走 你先回去吧 我想自己待会儿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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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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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冷 一点都不冷 余老师 你都流鼻涕了 好 瑶瑶 你为什么会得人情恐惧症 瑶瑶 医师 瑶瑶 下一个就轮到你了 请做好准备 好 马上 妈 你到哪儿了呀 马上到我了 急 别急啊 还有一个路口 我马上就到了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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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是我 我 我让我妈告诉严强口 她干嘛就不会出事 都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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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了 没事了 都过去了 其 其实在生日宴上 我的话还没说完呢 你想听吗 既然你想听 那我就说了 我知道 当我的助理 一点都不好 我又凶 还经常使唤你做那个 又做这个的 你如果实在觉得委屈的话 你可以做我的 做我女朋友 这样的话我就会宠着你 我还可以天天给你做饭 你说什么 我就做什么 这样是不是很划算 起床了 起床了 来了 这么早又要上课 你的书呢 今天最后一天我们不上课 出去玩 真的 等我一下 你喜欢放学在教室里听音乐 细数着今天我想你是第几遍 全世界好像都发现 我在你的日记里面 你喜欢坐在窗边看窗外暖阳 轻轻唱 人生在教室走廊回荡 夕阳落下的方向 能不能陪着我欣赏 天天似乎都是晴朗 因为我是晴天安 不爱笑说 不爱笑说 却陪你看 因为我希望 因为我希望 如果天还没黑 你刚好没人陪 我可不可以在你到处飞 陪着你逛逛花园 反正就像片 分享每一次最珍贵 如果天还没黑 你刚好没人陪 我可不可以在你到处飞 天黑之前载着你回家 跟你吵吵架 幸福每一秒都会在周围 好厉害 耶 这试试吗 可真能行啊 我说了抓不到的 走了 那我要去冰激凌 行 好 别把啊 等我一下 尤老师 如果不是因为今天时间紧迫 我再抓十个娃娃 都不在我和下 但是尤老师 为什么你每次抓娃娃的时候 都不让我看啊 独家秘籍 不可玩的 再等一下 尤老师 明天考试加油 玉神睦睦 你在干吗 尤老师 你 你的角色定了 我的任务就完成了 明天我就要搬走了 你不能走 为什么呀 为什么 因为 因为你是我的助理 对 你是我的助理 所以不能走 我 渝老师 我还要上学呢 不能到你助理了 其实 其实你可以来学校找我 谁要去找你啊 哦 对 你是明星 不能来学校找我 你懂什么呀你 你懂什么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下雨了 月时 瑶瑶 要下雨了 快回来 有本事你别回来 有本事 есть 超爽 超爽 御时睦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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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老师 你没事吧 你怎么了 哪里不舒服呀 我没事尤老师 这么烫 走 带你去医院 尤老师 不用去医院了 我就是 每个月都有这么几天 那你快回床上躺着吧 我帮你去煮姜汤 那边是厕所 出厨房在那边 出厨房在那边 哦 你这是生 生理器引发的发烧啊 你这是生 生理器引发的发烧啊 我自己来吧 你快点出发吧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我不去了 不行 张总生日 特一点没让你坐他旁边的 你怎么能缺席呢 谁敢拿我怎么样 谁敢拿我怎么样 你要是不去 我就不喝了 那 那你把这个姜汤喝完 我就走 嗯 嗯 那我 摟个脸就回来 嗯 你躺下吧 等我 你去 喂 朵朵 杨杨 你快来吧 我三舅她喝多了 我自己一个人 根本就弄不动她 袁老师喝多了 我现在就去 三舅 三舅 你要藏好了啊 可千万别被我找到了 朵朵 你怎么在这儿啊 瑶瑶 你可算来了 你再不来我都被三舅折磨死了 那尤老师在哪儿 刘老师 刘老师 你不知道 我三舅撒起酒疯来 酒瓶可太差了 他刚才一直追着我 让我玩老鹰鱼小鸡 我怕被人发现 所以劝着他玩捉迷藏了 刘老师 刘老师 我们先起来 来 你们干吗 我送你回家 我不回家 我要等你小木头 你要等小木头 干吗呀 我 我 你什么呀 我要让小木头 做我女朋友 做我女朋友 你要让小木头做你女朋友啊 那小木头要是不愿意怎么办呢 朵朵 你别开玩笑了 小 小木头 要是不愿意 我就 我就 我就不回家了 我就 刘老师 三舅 你别走啊 你看小木头在这儿呢 你看 在这儿 小木头 这儿 这儿这儿 来来来来 真的是小木头 刘老师 咱们回家吧 小木头 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 她不说话呢 她不认小木头 她不认小木头 小木头喜欢我呢 我去找我的小木头 杨老师 你快答应她吧 你先答应她嘛 反正她明天早上前来 什么都不记得了 那我愿意 喝啊 喝啊 我还能喝啊 来给我去 这不是我青春岁月吗 哈哈哈哈 喝啊 喝啊 我还能喝啊 哪个游戏 我怎么听得这么耳熟啊 看错啊 游戏咱就回家了 那个 你千万不能让他们俩看见你 快快快 快 快 快走 你站住别跑 二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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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跑了 我跑了 我喝多了 那人是谁啊 我不知道 喝多了 没看清 游戏啊 那你没事吧 游戏 游戏啊 游戏啊 她对你做什么了啊 游戏啊 不是一个群演有那么难找吗 这些人 副导演 我的这场戏什么时候拍啊 游老师 实在不好意思啊 这前面的戏还差个女群演 现在还在找人呢 拍完了之后才能拍你那场 瑶瑶可以 她能拍 我 我 我不行的 瑶瑶 你可以的 你这体态比李仪知道都标准 而且 脸又长得俊俏 做群演绰绰有余 是吧 三舅 有我在 别怕 今天收工早的话 饿了 我给你做辣子鸡 人是我推荐的 辣子鸡 我也有 去吧 那 我 我 去吧去 我 快来吧 有 小火仔 别怕 你说剧本这么些 它合理吗它 不合理 你还这么演 不合理你还这么演 你傻啊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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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咱们 去吧 我 去吧 我 我 去吧 我 去吧 但感情太曲折 难以触摸 未来太颠簸 给你的小情歌 向远方风车 越来越满的 是在这 三舅 三舅 醒醒 好 是不是很奇怪啊 不奇怪 特别好看 是吧 三舅 也就那样吧 不错呀 可以开始了 接下来是场英雄救美的戏 加油啊 英雄救美 你 陪我好好养 牛 不夺俊俏的小牛 陪他也不拔会儿啊 救命啊 就算你叫不喉咙了 也不会有人来欣赴你的 谁呀 你就 你就从老哥儿几个罢子 我来自觉的 我来自觉的罢子 你出的 你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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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从老哥儿到这里了 你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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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我在 放开他 你群混蛋 看这 你生什么气啊 演戏 演戏而已 这个演赵子龙呢 到底算哪根从啊 三角 他叫赵毅 是一个新生态实力演员 课班出身 演技成熟 长相帅气 但为人低调又谦虚 有很多小女生们喜欢他 我记得他好像 比三六你还小三岁吧 长得比我老十岁都不值 这个角色其实本来是文墨轩的 文墨轩你还记得吗 这上次给瑶瑶发卡的那个 那个文墨轩他们比赫 因为巡演挡气壮了 所以临时换了这个赵毅鼎 你还记得吗 你还记得吗 否则我个文墨轩又来个赵毅 你刚才不会 真的被笑到吧 我第一次拍戏 有点紧张 没事 以后多拍一拍 就会习惯了 你们在干吗 有点紧张 刘老师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赵毅哥 赵毅哥 刘兮兄 你好 我是赵毅 我们以前合作过 记不得了 道歉 难误以下的 我都记不得 坐 好 刘老师 刘老师 我水打回来了 朵朵他去哪儿啊 你来得正好 我要发玉博 你看看 哪张好看的 有有有有有有 刘老师 这几张 你都挺好看的 但是 发出去 不太好吧 哪里不太好 赵毅哥 好像拍得不太好 你的意思是说 你承认 赵毅没有好看是吧 就这几张照片来说的话 是由老师你比较好看 什么叫 就这几张照片来说的话 我哪里不比他好看了 你跟赵毅哥 各有各的特点 什么叫各有各的特点 他有什么特点 喜欢勾我的人家助理 就叫特点 我比他好看 一千倍一万倍 他赵毅拿什么跟我比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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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那微博相册 这发的照片能看吗 再看看我的 惊畏天人哪 不信你自己看 喂 还准备我了 一准三次 来 准备 开始 卡 好 好 真是奇怪啊 副导演又说找不到群演 又要让我顶替一下 刘老师 你怎么了 今天有一场戏 我怎么样都找不到状态 你先别着急啊 要不 要不我们看点片子 学习一下 看片子有什么用啊 得找人练习才管用啊 可是 马上就要拍了 时间紧迫 能陪我练习的 也只有 算了 我还是找郑佳儿练习吧 我 又老师 我 我可以陪你练习 余老师 咱们今天对哪场戏啊 就这场 吕布和貂蝉相遇 并且许下承诺的戏 妾恨不得立即赴死 只因为与将军一绝 故且忍辱偷生 今兴而又得见将军 妾的心愿已了 愿死于将军面前 以明妾至 是 我早已知你心愿 只恨迟迟不能与你相遇 妾今生不能嫁与君为情 只能寄希望于来世了 我不要来世 我今生就要跟你在一起 时间那么大 你一直进化 就让我融化 看你再不知这小小的茶 满意的幸福快要闯不下 春秋的雪花 冬夏的温差 都变得如花 乱随一些日落色的牵挂 有什么 三娇 我再帮你 我再找你 你再找我 追悬促 我再找你 我再找你 你再找我 你再找我 你再找你 我再找我 站着睡觉 现在流行站着睡觉 你管我 那你就 你今天怪怪的 出去 你怪怪的 出去 怪怪的 对啊 怎么样 不要两点 在干嘛呀 关你什么事 就是的 是我先提问的 请你先回答我的问题 这是小学生都懂的逻辑 真是丑人多作怪 丑 你们说尤老师长得丑 对 我就是说他长得丑 怎么了 你这要他干嘛呢他 你们给我好好看看 这高鼻梁气宇轩昂 这大眼睛见眉心眸 若说尤老师长得丑 定是华天下之大忌 更何况 我们尤老师不仅外在美 心灵更美 对粉丝温柔体贴 对工作人员善解人意 对朋友一搏云天 对工作更是兢兢业业 试问 这样一个内外兼修的 完美偶像 你们怎么吓得去手丑化他 他就是丑 就是长得丑 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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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戏在哪里 游戏 游戏 赶紧走 姚姚她能搞定的 走走走 走走走 姐妹 好样的 你也是游戏粉丝吧 赶紧的 加入我们官方粉丝群 什么群 游戏的粉丝群啊 赶紧的 好 好好 好 进 去人家 走吧 我们撤 这高鼻梁气宇轩昂 这大眼睛渐眉心眸 若说游老师长得丑 定是华天下之大忌 更何况 我们游老师不仅外在 心灵更美 对粉丝温柔体贴 对工作人员善解人意 对朋友一搏云天 对工作更是兢兢业业 试问 这样一个内外兼修的 完美偶像 你们怎么下得去手 丑化他 因为我比较喜欢你 不喜欢他 为了你 我会用尽全力的 游老师 游老师 你千万不要想不开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 我都会陪在你身边 我会买过 你看他 停车 我要下车 行事 去哪儿 游戏啊 你去哪儿啊 游戏啊 游戏 游戏 小木头 在家吗 小木头 游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是你的男人 我会照顾着你做到一百分 默默追寻你心中完美剧本 是你让一切变得可能 让爱完整 你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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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女人 我要你等我一辈子的女神 轻轻的夜里轻轻为你颠倒 我的怀抱负责让你睡得安稳 我是你的男人 我会照顾着你做到一百分 默默追寻你心中完美剧本 前两天编剧啊 改剧本遇到瓶颈期心情苦闷 戒酒消愁 有人称她喝多了不注意 就把剧本给烤走了 具体是谁不得而知 游戏啊 游戏啊 游戏 我有女朋友了 什么 我说 我有女朋友了 什么 我上辈子才造了什么 你才当着你的经纪人啊 这每天心脏都要接受暴击 我干脆直接住心外科得了 谈个令啊 骗你吧 谈个恋爱嘛 至于 你也不刷刷微博 你看看人家宋姐哥 现在人家信息要杀青了 这个宣传做的可是热火朝天的 你再看看你自己 你都被已经黑到热搜第一名了 你知道吗你 想不通 今天都忙得整整一天了 要不明天再弄吧 我都困死了 余老师你要是困了就先睡吧 篡改历史是件大事 成亲一刻都不能等 我今天晚上就把资料整理完 明天就发 让你来 干嘛 我去拿 你去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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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行呢 你去拿 你去拿 我去拿 那我去拿 你去拿 你去拿 来 你看 你去拿 我都写完了 温老师 你出来一下 游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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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喜欢看电影 我就简单地布置了一下 虽然有点简陋 但是你喜欢吗 我喜欢 那我们看电影吧 嗯 嗯 嗯 游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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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从来都不会给我写诗 冷的话 再抱紧一点 再抱紧一点 以后如果太晚的话 就睡着吧 尤老师 恋情曝光是不是对你影响很大呀 这么点影响忽略不见 那公司叫你去 公司叫我去 是给我调戏的 我最近档期都排满了 好吃菜 对啊 今天课唱得怎么样 挺好的 挺好的 我 我们今天上的是 中国古代文学史 老师讲的是战国策 尤老师 你知道战国策吗 战国策说的就是 是 来 来 来 多吃点啊 嗯 喂 尤星你知道现在情况有多么严重吗 你的战情易曝光 你的人气持续下降 先不要说广告代言了啊 两档综艺三播电影 都要表示换掉你 还有三分天 行了 你知道了 喂 游戏啊 游戏 我这辈子做了什么呢 你当了你的竞技人 我告诉你们啊 我不怕你们 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 你们要是再打电话骚扰我 我就 我 我就 我就换号 推销保险的 送快递的 好 游戏 你知道现在情况有多么严重吗 你的战情易曝光 你的人气持续下降 先不要说广告代言了啊 两档综艺三播电影都要表示换掉你 还有三分天下那边 还要 preserv 三分天下 暂时更测 1 2 3 4 5 6 7 8 5 等等 同学 小动物保护兽团了解一下吗 不 不 不 猝猝 好 刘刘 你就是玉齿瑶瑶吧 同志们集合 目标出现 你就是玉齿瑶瑶吗 你是瑶瑶 你就是玉齿瑶瑶吗 你是瑶瑶吗 对啊 你是不是啊 你说话啊 你是怎么出话啊 你说话啊 快说啊 都是怎么办 都是怎么办 你们干什么 不好好上课 跑到这儿挖挖挖 小心我去教务术举报你们 瑶瑶 瑶瑶 你没事吧 多多 没事了 没事了啊 起来 慢点儿 还没回家 等我呢 晓月的儿不准备毛 acements 好那么 啊 别忘了 啊 咱们 我想等你回来 见了面再走 嗯 我想等你回来 见了面再走 嗯 尤老师 我今天突然想了很多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第一次见面我就拿出了你的帮 破坏了你和蔚然导演的见面计划 然后又稀里糊涂的 做了你的家教 还有助理 第一天上班的时候 我骑着电动车带你赶通告 硬迟瑶瑶 这就是你想的鬼办法 我头发圈乱了 再然后 在发布会的现场 我临阵脱逃了 害得你要亲自上场就场 这样想起来 我一出现 带给你的全身麻烦 这么一说好像确实是了 在远远走 到一个港口 安心的背后 温柔藏在心头 只为你用快乐的以后 泪泡涌热 冤热 冤热 背对你身后 尤老师 说我要自由 是借口 你会觉得累吗 亲爱的 请你忘了我 这样不值得 我没自得 我不想让你因为我而觉得累 亲爱的 亲爱的 你都不能因为我而被毁掉 我曾经想过 如果没有我 亲爱的 请你忘了我 这一情会不会不一样 一定要忘了我 重新勾勒 微笑轮廓 亲爱的 请你忘了我 一定要忘了我 离开了 我也只是 我可 你 要我 再送了 我 呀 瑶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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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继续当你的大明星 她呢 继续回她的学校 上她的课 简直两全其名 你在说什么呀 你微博发的声明啊 对 在这儿 本人与玉池瑶瑶 仅为上下其关系 见玉池瑶瑶正式辞取主理一致 请大家请指财政 照耀 我猜 短短几行字 温比飞扬 态度明了 完美解决 宝珍 伍珍 对 我内容 宝珍 唯珍 是吗 很快 一直将演艺事业 作为自身全部追求 不愿理会无辜造谣抹黑 但事态演变之刺 为避免更多人受到伤害 特此声明表态 希望大家停止揣扫 更多关注我的作品 就像鱼儿 离不开 谁不能够存在 我不愿放开 就算是阴霾 想起你的好 只能证明自己活该 我不愿放开 这一段情爱 就像鱼儿 离不开 就像鱼儿 离不开 谁不能够存在 别放开 就算是阴霾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系 像你的好 只能证明自己活该 玉成嬷嬷 开门 玉成嬷嬷 来 玉成嬷 怎么样 这儿是不是比城市要安静很多啊 我觉得在这儿待着很舒服 我手机掉了 别着急 爸帮你了 爸 不用了 水这么深 捡起来也没法用了 算了 那好吧 我跟玉成嬷嬷 是在半个月前才在一起的 但是 我已经偷偷喜欢她很久了 具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也许 可能是从 她第一次站在我面前保护我开始 或者是 看到她每一次 认真地帮我整理剧本 其实我都不记得了 但我记得的 是那种心动的感觉 是我演了再多偶像剧 也从来没有过的感觉 对 没错 是我追的她 所以网传上那些 说她接近我是另有目的 对我死缠烂打的麻烦都可以歇下了 我可以接受来自任何人的任何攻击 我无所谓 我被黑习惯了 但是她 是个善来又单纯的女孩子 我不能忍受她接受到一点点的伤害 还有 不管是谁上传的这张照片 有心也好 无意也罢 我都想告诉你 我游戏敢做敢当公布恋情这种事情 不用别人代劳 老板 照片还发吗 老板 照片还发吗 这 这算什么 飞蛾泼虎 自取灭亡 要 试错了 说了这么多 我知道 对于粉丝造成的伤害 已经无法挽救了 我游戏 在这里 跟你们说声抱歉 当然 有想偷粉的粉丝 可以拿着我的海报 写真 以及一切周边物品 我可以十倍退款 具体方式 请联系大屏幕上的点范 潘朵 这个小兔崽子 谢谢 游戏 你再说一句好不好 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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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戏和杨阳会结婚吗 各位 我目前还不知道什么情况 但是我拜托各位 先不要乱写 这一定是一场误会 游戏和杨阳会结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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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事就担心吧 我 游老师 还行 至少记得我长什么样子 干吗 到我们空间看多了 这种了晚点的的话 真的烧成啥子了 我来吧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你猜 我来 我爸 你爸把你交给我 他就自己回去了 玉迟教授 那小伙是你女婿啊 可不敢这么说 八字还没有一撇呢 真有福气啊 是个演员 拍了不少电视剧 厉害吧 走吧 好好好 游老师 发布会上的事情 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你现在应该赶紧找你们老板 把事情解释清楚 说不定事情还有回旋的余地 还有 还有大壮哥 大壮哥他找不到你 肯定疾疯了 快点 快 快起来 你走 快起来 没事了 我都处理好了 好 游老师 农村条件坚固 没关系 我可是游戏 什么大风荡来没经历过 游老师 出发了 已经很晚了 我们今天要采访三户人家呢 笑 笑什么笑 真不挺好看的 走吧 从前啊 我们这里出现了一只妖怪 只有一只眼睛却有三条尾巴 长得呢像猫一样 一到晚上这个妖怪就出来迷惑人 只要人看了他的眼睛 就会动他不得 然后被吃掉 我跟你们说呀 最后这个妖怪被我的祖先给收服了 这个就是那妖怪的牙齿 奶奶 你怎么能这么吓唬我们呢 《山海经》第二卷《西山经》记载 奇状如离 一目而三尾 传说中它叫欢 不吃人的 奶奶 你这怎么看 都像是狗的牙齿吧 你们这些娃娃 书读得还不少啊 这个欢在山海经第几页啊 不记得了 你自己回去查查吧 御师教授 走 我带你们上别的地方看看 走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拜托拜托 你怎么了 我的项链好像坏了 这么旧的项链 该丢就丢了吧 改天应该找师傅修一下 我来吧 要走了 我那我还 Έ найти 你到我去睡觉 我带我去睡觉 你睡觉 又睡觉 我睡觉 我睡觉 你睡觉 走 看 游老师 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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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夫 这蜜蜂痣得严重吗 他这伤整个瘦呢 再晚来一回就痊愈了 我真的哦 要不 我给你再开点药 我看一下 有些你知道吗 江州这边就快愣成一锅粥了 你再不回来就 你打错了 大壮哥要那回去啊 怎么可能 公司是早解决好了 朱大壮现在在毛里求私看企业呢 所以他还给我放了个长假 现在指不定在哪快乐呢 晚上我给你做辣子鸡 这粉丝拖得都快成个位数了 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啊他 鸡婷 天! :「继续去吧» ี่ 婷子 uous 先 好 我 我 啊 我把我妈的项链搞定我了 你脚怎么了 我先扶你起来 都晕了 你等我一下 我帮你找 刘老师 好像在那边 走 我 好 找不到了 明天给你买个新的吧 你 你的脸 我知道我很帅 不用你说 走吧 再不上来啊 鬼头真的来了 尤老师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 你还好意思说 你爸确实不打呼噜 说起梦话来都不带喘气的 害得我一晚上都没睡好觉 所以我就出来找你 结果找了一村子 还好找到你了 对不起啊 尤老师 那条项链对你很重要吗 这个项链是我妈妈生前留下的 那如果下次再遇到这种事 你一定记得找我 我的意思不是说你项链再丢了 我的意思是 如果你一个人的话还是挺危险的 但至少有我在 小木头 你这儿是不是伙食太好了 真的呀 那你把我放下来吧 我可以自己走的 尤老师 不用了 如果真遇到鬼啊 我就把你丢下来 下飞就好 看你那么害怕 那我就带你跑吧 我会再来 我会再来 你怎么想要 你怎么想要 我再来 我再来 你怎么想要 你怎么想要 我再来 差不多了 那 那我走了 刘老师 怎么了 要是我爸睡觉打呼噜的话 不然你就 就 就 在这儿睡吧 在这儿睡 也行吧 你的脸 我知道我帅 完了完了 刚才想不到看的就是这张脸 没脸见人了 不然你就 在这儿 睡吧 小木的爱的 可然是我的灵魂 刘老师 床破好了 可以睡觉了 来了 小木 你喜欢睡里面睡里面 尤老师 谢谢你 知道了 知道了 你就没有 别的什么想跟我说的吗 刘老师 晚安 就晚安啊 我们俩好不容易去睡 你就没有什么真心话想跟我说吗 姚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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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坐这儿吧 好 好 姚雅 我喜欢你 马上 马上我就要回去了 那我陪你一起走 你陪我回去干吗呀 我可没精力照顾你 可是你 别担心我 舆论就是这样的 说过去就过去了 等这一针风过去了 你再回来 游戏啊 咱们这次回去啊 首先跟张总啊 好好道个歉 态度诚恳一点 稿子我都帮你写好了 然后就是找个时间啊 挨个去拜访下广告商 小之以情 动之以礼 然后就是那个 是吗 教授 我叫猫蕊 猫 猫 叔叔找你有点事 猫是吧 猫蕊 猫蕊 难怪你喜欢吃红烧鱼呢 糖醋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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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回去了 回去了 我 如希 你俩注意安全 好 爹 我再也不想来这鬼地方第二次了 雄关漫道 针如铁 而今迈步 从头月 新晋流量小声文莫轩 刚前约新东家生活娱乐 广告 电影 电视剧 各种资源拿到手软 更拿下多个本属于游戏的 一线品牌广告代言 游戏先生 我是励志娱乐的记者 我想采访您一下 关于文莫轩即将取代您 我不是说了吗 别给我打电话了 游老师 小 游老师 你在哪儿 小木头 我现在在片场呢 三分天下 不是复工了吗 我 我现在不跟你说了 导演叫我了 我先过去了 来了 OK bro messing 我都知道了 霍傲 霍傅 你回来是添乱 我自己的事 自己解决 我不想让你看到我狼狈的样子 不想让你觉得我没用 也不想让你和我面对这些烦恼 我不想 我还记得第一次问你的那一刻 我想你了 无顾炸气烟热 只要自由自在的快乐 你说的要把你保护着 像一个无家的水晶河 我答应为你写一首歌 我们要永远在一起 喜欢的是你的微笑 我的一天 被你照耀 喜欢的是 被你拥抱 温暖 好咯 发什么呆啊 吃啊 游老师 我记得之前你跟我说过 醋是辣子鸡的灵魂 但是我看你刚刚没放 我其实是怕你学会了 以后就再也不爱吃我给你做的辣子鸡了 发什么呆啊 吃啊 发什么呆啊 吃啊 发什么呆啊 吃啊 尤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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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谁都管不着我 来 我扶你起来 我们回去睡觉了 你 你要带我去哪里啊 回房间睡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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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能喝啊 睡觉了 尤老师 尤老师 我现在给你放个热水洗个脸 你是不是我的粉丝啊 尤老师 是不是嘛 是 我喜欢你很久了 而且我是你粉丝群的群主 那你喜欢我什么呀 我喜欢你 在我难过的时候 陪在我身边 在我危险的时候 挡在我前面 我喜欢你给我做的辣子鸡 喜欢你给我做的辣子鸡 喜欢你给我煲的糖 喜欢你在我生病的时候 喂我喝药 我喜欢你 paid 就像鱼儿 被不开 只能将名字鸡 拨开 我 呜 呜 呜 哦 哦 嗯 明明不能喝 还喝那么多 每次让我收拾烂摊子 邱老师 干吗 邱老师 你说 我们要是 我们要是真的结婚了 我们要是真的结婚了 那我是不是要讲 犹豫实事 听起来怪怪的 什么犹豫丝啊 还是小木头叫起来声音 别人怎么叫你我不管 但是这个名字 是我专属的 别人叫你 你不能硬 听到了吗 我想吐 你们搞错啊 我想吐 不要啊 刘老师 这么早啊 我压根没睡 你们三个突一晚上还有我折腾一晚上 照顾你一个就够辛苦 还要照顾三个 到底造了什么你 害得我腰酸背痛 喝了那么多酒 我应该很难受吧 书房你熬得正 快拍 快拍 真好看 快拍啊 那再找信号啊 就是啊 就是啊 我们找信号呢 这信号这是 我今天信号 就是啊 就是啊 你看这俩孩子 你俩的 你俩的 你俩打算什么时候回去啊 你俩打算什么时候回去啊 是吗 你俩打算什么时候回去啊 出哪里啊 回到大历啊 好 我们暂时不回去 我呢打算近两年 在国内发展一些业务 你妈在那边也住腻了 也打算在国内住一段时间 所以我们决定 暂时住在这里 放心好了 我们俩本呢 时间也不会住了太久的 最多呢 两三年而已 怎么了 不欢迎我们啊 逗你们的 我们俩才不会不失去 当个电灯泡呢 是吧 嗯 我跟你妈这次 回来的宗旨就是 提完筋 立马走人 绝不打扰你们的 二人世界多一分一秒 车来了 我们 准备去鸡场 这么快 这么快 慢点 叔叔 阿姨 你们这就回去了 真的不再多玩两天 不了 我们这次回来啊 就是看看儿子的女朋友 帮她啊 参谋参谋 毕竟我家有下的是初恋 没经验 初恋 哪 哪来这么多话 快走吧 对对对 走吧 别打扰人家二人世界了 在这儿不是惹人烦吗 瑶瑶啊 有时间啊 欢迎你去澳洲玩 阿姨啊 带你去看新歌诺 走 走啦 拜拜 慢走啊 你看什么 你看什么看 佑老师 原来你没谈过恋爱啊 没谈过恋爱怎么了 谈那么多恋爱也用吗 你 你别走啊 你是不是觉得我没谈过恋爱很丢人 你谈过恋爱了不起吗 我告诉你 我是无师自同 天赋一禀 我 还有 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好 我是宋桀歌 欢迎各位的到来 出道七年 能够走到今天 我要感谢很多人 感谢一直默默支持和陪伴我的粉丝 感谢我的公司《时代娱乐》 对我的培养和付出 但是今天 在这里 我要特地感谢一个人 感谢他对我的信任 也感谢他对我的鼓励 最重要的是 感谢他给了我这次机会 这将会是我人生中 最重要的一个转折 也将会是我演艺事业中 前所未有的一个突破 对我而言 这是一次机会 是一次尝试 更是一次肯定 我会好好珍惜 不辜负他的期望 是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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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就是 魏然导演 那是 也就是魏然导演新电影 《众父的男一号》 确定有你出演是吗 没错 《众父的男一号》 已经确定 由我出演了 听说这个角色游戏也在争取 请问您是以什么样的优势 打败了游戏 得到这个角色的呢 我相信 魏然导演既然选择了我 就必然有他的道理 我一定不会辜负他的期望 你不配 这不是潘朵吗 潘朵怎么来了 因为我 二舅 我要去给三舅证明清白 讨回公道 来了 三舅 拼了 纵且哥 他陷害我三舅 不是 游戏 那天晚上 夜会沈亿玲的 根本就是他自己 你是不是以为 你自己隐藏得挺好 虽然我们没有拿到监控视频 但是很不巧的是 那天晚上他进出酒店的视频 被人拍下来了 游戏 你快看宋姐哥发布会直播 怎么了 朵朵现在正在大闹发布会呢 我怕他吃亏 你到底想说什么 这件西装 真的是吧 这是你代言的品牌 和法国著名设计师的联名款 全世界就你这么一件 怎么解释 一则假饰品 无需解释 这件衣服的确是我的 不过三个月前的慈善晚会上 我就已经把它拍卖了 而且 沈亿玲的肩上 并没有支 所以 这件衣服 这个沈亿玲 包括这个饰品 全都是赝品 都是你们假造的 就凭你今天的行为 我就可以告你诽谤 放开我 放开我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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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姐哥 你自己做了什么 你自己心里清楚 我是凭是假的 但你陷害我三救 绝对是真的 宋姐哥 你就是嫉妒游戏比你强 你强还难一号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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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哥哥 瑶瑶 我拿假视频片的 结果她把衣服给卖了 不错 那个衣服挺花钱的 咱就给我抱吗 齐昌 如果你是来祝贺我 那么我可以 如果不是 跟你我没什么好说的 也要有你做恶多端的视频 看看 视频 放开我 放开我 放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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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 放开我 宋姐哥 你 这是保安打人 那这事可都拍着呢 下半死人 你还能hold b 我看不清 吗 你们制作真是 掀乐器 你随时啸乐器 我将修杀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瑶瑶 又来了一个松人头的 证据 什么证据 哪儿来的 游戏带你来的 你说呀 蝼蚁终究是蝼蚁 我可以抬起脚 也可以轻轻地踩下去 随时指你与死地 再来 再来 无话可说 那就把话筒还我吧 好 宋姐哥先生 在我开始正式阐述证据之前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 对于这次的男一号 你是真的问心无愧吗 游戏夜会沈亿林 网上传的视频 相信大家都已经看过了 可是自始至终 为什么都没有出现 二人同时在一起的画面呢 因为这段视频 根本就是由两个毫不相干的视频 一夸揭幕而来的 当天晚上 去酒店找沈亿林的 根本就不是游戏 而是你 宋姐哥 而且我所说的这一切 都有证据 你说够了吧 我告诉你 我想这么做已经很久了 还有 我最讨厌别人打荡我女朋友说话 别怕 有我 为什么华藤酒店的监控视频 会在最关键的时刻无故丢失 因为华藤酒店的佟总 和宋姐哥私下达成协议 佟总帮助宋姐哥铲除游戏 甚至拿下微人导演电影男一的角色 而宋姐哥要回报佟总 最大的商业利益 不过很可惜 佟总并不相信宋姐哥 佟总偷偷留下了这段监控视频 方便日后可以掌握宋姐哥 佟总 宋姐哥 宋姐哥 我 我 我只是给他看了一眼 我明明已经都删了呀 我明明已经都删了呀 我思念出个交锋 冲突着 不害 伤害 没犯释怀 寂寞又有谁明白 在这段喧嚣的时代 英雄的不耐 飞扬的尘埃 一切真相都掩白 宋姐哥这些行为只有一个目的 陷害游戏 致他于万劫不复之地 然后取而代之 拿走原本属于游戏的男一角色 谁说男一本来是他的 就凭我说的 我本来是他的 宋姐哥 宋姐哥出了男一一事 我并不知情 在我的心目中 男一一直就是游戏 不是我 为什么不是我 童天明你说呀 我被你蒙骗的已经够久了 这次我相信魏然导演的 你 我哪里不如他 我哪里不如他 凭什么是游戏 不是我 不是我为什么 我们游老师 善良 勇敢 敢作敢当 为了朋友两肋插刀 甚至会偷偷资助 竞争对手弟弟 问命在床的医药费 这些你做得到吗 而你 为了一己之私 不择手段 做了这么多措施 反而不敢承认 用假的视频 栽赃陷害游老师 甚至不惜陷害你的伙伴 沈亿玲 从头到脚 你们用一点比得上游老师 你比可以 台湾 现在让他的偃痛 那你救了 不客气 它就流那么多 在学习 跟你调的 尤其许 我 你 没病 课 刘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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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你赢了 后悔了 雨昕 我们认识这么久 逗了这么久 我从来没觉得哪儿比你差 如果当初我没有进到同一家公司 也许今天就是不一样的结局 走 走 上车 上车 进去 张总 张总 张总听我说嘛 我觉得菜季这个角色不适合我 那你想怎么样 那不然 不然你跟潘朵说说 让他把田径的角色给让出来 姑奶奶 这个事不是我能够决定的明白吗 那不然跟卫然导演说说 让他改改剧本 把菜季改成你 反正游戏一句话台词的主演 都可以摇心一遍变成男主 我觉得 改改剧本这件事情 应该也不是什么难的事吧 对吧 张总 张总你听我说 我告诉你啊 你接下来的档期还满得很 明天呢有三个广告代言要拍 后天呢上午还要参加一个真人秀节目录制 晚上还要出席一个晚会 全退了 什么 中复要开机了 我得好好看剧本 不 这 这也不影响了 我呀 这就推了 钱呢 都说钱呢 若曦啊 你看看 是不是该挑新助理了 毕竟瑶瑶已经 给你 中复上映不到两周 票房频频登顶 打破国内多家票房记录 游熙凭此提名多项最佳男主角奖 获成国内偶像派成功转型实力派首人 曾经 我和他还是情敌 跟游熙是情敌 哇 学长你好厉害呀 赢救 二姐 事情不是你才能没有 哦 二姐 二姐 你听我解释 二姐 你 Stockholm 莫里哥好 莫里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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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没有你的日子 我还是有点不习惯了 而莫轩下周的行程安排 可是满满当当的 游戏可要小心了 想要赶上游戏 你做梦吧 小心 走 好嘞 那个潘多老师 下一场是你跟男主的吻戏 请准备一下 好 今天都拍了无场吻戏了 怎么还拍吻戏啊 谢谢啊 谢谢啊 曹哥哥 这讲的是一个霸道明星和小助理的爱情故事 没有吻戏怎么浪漫的起来 为了艺术你就忍忍吧 吻莫轩 多多 马上到咱们的吻戏了 走吧 一会儿那场吻戏 我们说A子 看老眼子 我说的V比较好 我觉得好像A子是要浪漫一点 那 都试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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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EAKER 至此呢 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便告一段落 随之而来的 是另外一个歌剧的时代 战国 下课 老师再见 同学们再见 杨阳老师再见 杨阳老师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喜欢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你让一切变得可能 让爱完成 你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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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女人 我要你等我一辈子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